好 艺人大S眉开二度和韩国艺人 俱俊燕闪婚 由于他先斩后奏 惹得自己的妈妈非常不高兴 甚至扬言不会见新女婿 也不会再理大S的事情 不过现在传出的是 小S已经和新姐夫见面了 媒体进一步求证说 吃饭的时候妈妈有没有在旁边呢 小S当下回答 吃了吃了吃了 我妈也一并跟她吃饭了 间接证实现在妈妈和大S 还有俱俊燕三个人已经正式破冰 但是说到这个艺人 其实如果没有经过修图的话 很可能是不敢把照片PO出来的 不过这一会儿我们来看到 这是艺人玉芳 她特别分享好朋友 从花莲送来的礼物 但是老公拍的照片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当中这个玉芳好像才刚刚睡醒 头发也没有整理 素颜没有化妆 站在整理植物 光着脚丫站在这个厨房的中岛 但是低头的她 可以看出这个有一些双下巴 脖子的纹路也是完全零修图的 网友看到之后笑说 这就是老公的视角 不用怀疑了 来看到有名网友点了一碗白饭 他备注写上饭少 芝麻多 好 结果东西送上来之后 您可以看到白饭真的只有半碗 另外一半全部都是芝麻 乍看之下好像有点像是太极土味 但是有内行的网友安慰他说 芝麻比较贵 你赚到了啦 好 但是说到近来物价真的是蛮高涨的 一个便当50块钱的年代现在你已经找不到咯 这名网友在PTT分享了一张便当的照片 他说自己花了95块钱买了这个便当当晚餐 好 您可以看到这里头有三菜一肉 辣炒鸡的菜色装满整个纸盒 但是他想问问大家说 这样95块钱是贵还是便宜呀 好 很多网友认为说 因为每道菜的色泽都差不多 只有这个高丽菜的翠绿比较显眼一些些 因此显得整份的晚餐看起来是暗淡无光的 但是还有网友说 这个卖相真的很差 这个东西被装成这样 看起来完全都没有任何食欲了 卖相是零分 水晨抗菌液呢 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号可以有折扣哦